清脆的金属敲击声此起彼伏,不断划阔冬夜的宁静 大年初一的凌晨四点,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车辆段检车工长张建亮 正带着工友们检查电煤列车车辆状态 静边东站是国家北煤南运大通道浩急铁路陕西段的起点站 各条煤炭专用线的电煤统一在这里集结编组后 通过浩急铁路运往全国各地 静边东站货车检车员的工作就是给这些列车进行体检 及时处理故障和隐患问题,确保电煤列车运行安全 张建亮所在静边东列检作业场 每名检车员一个班要敲击车轮大约1500次,弯腰2000多次 一个班下来要走2万多步 他们中80%以上的人员都是近两年入路的轻工 他们将自己自誉为钢轨间的青年交响乐团 给列车体检是个体力活,更是个技术活 车辆底部距离地面间隙不足一米 车轮转向架处,空间狭小 到处都是突兀的钢筋铁骨 检车员猫着腰钻进车底下方 用眼睛看,用检车锤敲,仔细遍听音色的变化 他们要对十几个部位上百个零件依次检查 最难检查的是一些机脚嘎拉的地方 检车员几乎要把头低下与肩膀平起,身子匍匐在地上 虽然户外是零下二十几度的寒风 可是因为难以操作,几个小时转身下来 个个都是大汗淋漓